三月份到了江浙湖湾一带的观感的三角梅 哪些事别急着做呢 我的作品是江苏西 千万不要让我们的三角梅好不容易熬过了冬天 却死在了渣暖华寒的春天 第一件别急着把三角梅搬出室外 因为这个月温度忽高忽低 早春季节又有稻春寒风又大 好不容易发出的嫩芽会被冻死 吹干 当室外最低温度稳定在8度以上 再让三角梅呢 逐步的适应室外环境 第二件事别急着重剪 你可以把枝条的顶端呢 剪去几厘米清剪一下 再把一些枯枝枯叶细弱枝条剪掉即可 因为呢春季也是三角梅的剩花期 枝条留长一点 你可以横拉一下 这样呢让每个雅典都能够接触到阳光 它就会开得见花不见夜了 这条重剪呢花量自然会变少了 重剪可以安排在春花之后 第三件别急着多浇水 还是等盆土干了三四厘米再去浇湿土壤的一半 等搬到室外了 温度升高了再去浇透水吧 第四件事别急着去湿素酵肥 观感的三角梅放点养分就好了 等它发芽了像这样再去追加三元复合肥 等有小花包了像这样再去把三元复合肥和零酸二千甲呢 交替使用不同时期呢 施不同的肥料 别去乱用肥 第五件别急着换土换盆 如果你不打散土球换盆像这样 把大一点的花盆里呢少放点土 把整个土球呢放进去 再把周围的土装好 这样呢任何季节都可以换盆 但是呢如果你想去掉大部分的土壤 换成新的土壤 最好呢等最低温度稳定在15度左右吧 我们这一袋呢 我觉得春花之后啊 换土最好 重剪一下再去换土 第六件别急着去做的事情是 扦插和高压三角梅 当最低温度呢 稳定在15度左右 更适合做这两件事情吧 好了今天就聊这么多 感谢您的点赞和关注 散会 谢谢您的点赞和关注